当一个男人真心爱你的时候,他会对你们之间的感情全新投入 他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你最大的爱,给予你最好的照顾 或许有时候看起来很平凡,简简单单却包含了满满的爱 遇到这样的男人,希望你能好好珍惜 因为男人的心交给你了,才会这么对你 一,面对你时自然微笑,但你总是温柔 真心爱你的男人,内心对你的喜爱总是隐藏不住 每次见到你,总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这就好比你看见喜欢的人时,总会自然地微笑 因为人在遇见喜欢的事物人时,内心是喜悦的 他会对你的言行举止都充满了点点滴滴的温柔与贴心 例如你头发乱了,他会自然地帮你捋好 在你吃完东西时,他会给你递纸巾 他看你的时候,眼神总是深情又温柔 就像阳光一样暖 啊,总是想为你付出,想为你做些什么 当他很爱你的时候,他总是会忍不住为你做些什么 生怕自己对你照顾还不够 例如聊天的过程得知,你又赖床,没吃午饭 他就会给你点份外卖,然后提醒你,记得拿 无论何时,总是会想起你 下班回家的路上,经过花店 想起你说过电脑辐射大,想想仙人掌 于是就给你带了一小盆仙人掌回家 每次你跟朋友外出,他总会为你够不够钱花 会给你打钱让你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 因为他知道你为人很简简,平时总舍不得给自己花钱 三,你的举动与情绪总能拨动他的内心 总是会在乎你,你没在一起的时候 你因为某件事高兴跟他炫耀的时候 他也会配合夸你棒棒 你受挫心情低落时,他能察觉得到 并默默地陪在你身边 你生气不理他的时候,他会着急找方法哄你 就好像你跟他吵完架后不理他 他过一会就会厚着脸皮来跟你搭话 然后边承认不对,边跟你撒娇求原谅 要知道,这小孩子的一面 他只会对爱的人表现出来 四,总是主动找你,口是心非,身体却很老实 他总是会去主动找你,因为内心总是忍不住想你 或许他会假装不在意 但身体却很老实 每次外出归来时,你问他有没有想你 他嘴上说没有,又一边默默地赶去机场接你 每次下馆子,嘴上一边嫌弃你胖 又一边把你最爱吃的烤肉塞进你嘴里 这些嫌弃的背后都是满满对你的爱 还有他会主动跟你唠话 虽然有很多傻话,但他就只想跟你聊 当你遇到了愿意这样对你的男人 那只能说明你是幸福的 那你就该牢牢抓紧,好好珍惜 不仅仅珍惜他对你的好 还要好好爱他 感谢他这么宠你